录音乐 编曲 怜雨时代 我们先敬礼 了名和尚 撒迦正空丧师 十六世大宝华王哈玛巴 图灯大吉上师 敬礼 谈成三宝 敬礼今天父母的祖尊 征福费度母 阿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网路上的同门 还有我们今天的贵宾 香港中文大学 唐伟伦教授 南投县蔡英文总统竞选总部 主任委员李文忠先生 全能自然医学健康推广中心 汤多庆博士 中委会法律顾问 罗日良律师 房业秦律师 香港杰出企业家 雷鸿毅先生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 优优独播剧 朱金水先生 夫人 陈哲霞女士 环球旅游 频道总裁 李坚光先生 我的亲子 如胜美 如国音 和阿斯曼 如尼音 还有 给你点上新灯制作人 西雅琪师姐 还有密宗道赤地广论 及六祖禅经的制作人 佩金师姐 还有马英九总统 请马文坚立委送来的六罐茶叶 六罐茶叶 是请大家喝的 大家说安 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这个 征服会度母的父母 以前这个联华生大师讲过 密教的法有所谓的三圣法 三圣法 这圣法的意思就是很殊胜的法 比较容易相应 其中的一位就是度母的法 很容易相应 那么这一位 这个征服会度母 他本身来讲起来也是属于 二十一度母之一 从立度母 那里所转化出来的 那么立度母呢 又是观世音菩萨的转化 还有一个说法 所有的度母 在波涉系统来讲起来 是属于波液 佛母的转化 在密教讲起来 就是普贤王 如来的度母的转化 那么这个度母法 很容易相应 这是我本人也有体会到 修度母法 非常容易相应 这是联师所讲的 三圣法 就是三种殊胜 能够早一点相应的法 征服会度母 他有四个 他的特征 你修这一尊相应了以后 第一 他能够增加你的福分 这个就是 Om Mani Come In Home 增加你的福分 增加你的智慧 这个将来 你修这一尊 你就有了智慧 可以讲 你就了解到 真正的佛理是什么 第三个 今天都没有候选人到 这一尊度母 可以得到 大前卫 大前卫的度母 是这一尊 21度母当中 能够让你得到 大前卫的 就是这尊 哪有来 都会动算 哪没来 就是 不用说 这么好的度母的法 受冠点 就能够得到大前卫 就是 征服会度母 另外呢 还有一点 他能够让你 唯一能够让你 得到神通的度母 所以单凭这四点 你不来参加 这一个征服会度母的火供 这样就差去 那么我们今天在讲六祖禅经 六祖禅经很重要 在还没有讲经以前 跟大家宣布一下 哦 这个是 新春 接财神 大法会 我想 这个应该 大家都会参加才对 因为有这三个字啊 在世间法是非常迷人的 这是 接财神 这三个字 那么 世尊那一天也会去 11月29日 在桃园巨蛋 桃园的巨蛋 1月29日 在桃园巨蛋 就是农历初期 有新春 接财神 大法会 希望 这个 大家告诉大家 统统去参加 每一个人 统统接财 接着是 有财 这是得财 再来是旺财 来 六祖禅经今天是讲最后一次 六祖禅经就讲完了 那么六祖说完了这个增佛祭以后 告诉大家 如等好住 你们啊 好好住在世间 无灭度后 我离开了这个世间以后呢 莫做事情悲戏以内 不要像世间一样 在那边哭啊 掉泪啊 受人掉瘟 不要给人家掉忌 你们不要身着校服 不要穿着这个校服 如果这样子做啊 不是我的弟子 依非正法 活法是被这样子做的 佛法是教你啊 只要淡是你自己本来的心 见你自己本来的佛性 无动无尽 无生无灭 无气无来 无似无非 无助无妄 孔儒等心明 不会误异 孔他的这个门人啊 每一个人心中还是有迷惑 不懂得六祖真正的意思 那么今天再跟大家讲 令儒等见信 无灭度后 他离开人间以后啊 要依此修行 如物在日 如同在六祖在世间一样 如果违背我的教导 中物在世 如果我在世间 你也这样子的话 没有什么义处 复说祭业 他又讲了一个祭 悟悟不修善 疼疼不造恶 极极断见闻 荡荡心无浊 六祖讲这个祭 六祖讲这个祭 非常有意思 善业也要轮回 恶业也要轮回 你必须要修到 极极断见闻 世间的一切 世间的一切 一切所闻 全部通通断尽 你心便不依靠什么 坦荡荡荡的这种心 叫做明心 这个诗啊 六祖就讲这个祭 以后端座至山根 到一直打坐到了山根时候 山经啊 山经时候 夫位门人业 突然跟他的弟子们讲 我走了 就这样子签化 那个时候啊 异乡满是白红属地 有香气透出来 有红光照在地上 所有的树木变成白色 所有的禽兽 全部都在叫哀鸣 十一页 这个广哨新山金光辽 展门人生属 争属 争争争争 也就是那个地方的地方官 还有所有的门人 出家人 出家人 输家弟子 全部斟酌要引寝他的真身 但是呢 他的真身要放哪里呢 不能够做决定 那个时候啊 大家就烧香啊 祷告 这个香烟飘到哪里 这个六祖就归到哪里 这个香烟啊 起来的时候啊 一直到了潮西 就是从这个 就到了潮西啊 广东省潮西 十一月十三日 把这个签他的神 堪啊 并所传的依迫而回 就是全部签到潮西去了 四年七夜 初刊 弟子方伴以香灵上之 那时候第二年的七夜 他又从这个 他的今生从这个佛刊灵拿出来 所有的弟子啊 以香灵 用香啊 跟灵土 给他涂上他的金针 门人意念起手之际 所有的门下弟子啊 想到 他过去有讲过 有人要拿他的这个头 所以呢 用铁叶子 用铁叶 跟漆布 把师父的头紧啊 给他保护住 然后入塔 突然间 塔内啊 白光出现 一直冲上天上 三天才散掉 这个邵舟啊 咒文啊 哄子立碑 哄房地的旨意啊 立下了他的碑 纪念六祖的道行 这个师 春秋七十有六 他这个六祖 佛在世间 一共有七十六岁 年二十四传一 他的年纪在二十四岁啊 得到医迫 三十九岁 剃度 说法立生 一共有三十七年 四法四十三人 得到他的法的 有四十三位 悟到超凡者 莫知其数 能够明心 见性超凡的 不知道有多少 达摩祖师 所传的信仪啊 西亿 这个七七七 七安千 西烟县 七县布也 也就是天图 所传的信仪 是属于天图 也就是印度 一种的布的名字 中中啊 唐中中啊 试摩赖宝 破 也就是试给他的这个 一种这个宝的破 唐中中啊 即以荒伴设师精将 这个有设这个 由荒伴设师啊 把他的真相 并道具 永正宝灵禅寺 这个六指的这个寺 叫宝灵寺嘛 对不对 对 六指讲 对 流传禅经 把这个六指禅经就传遍了 以显宗旨啊 兴隆三宝 普立秦生 那就是六指禅经 这样子经文念完 就讲完了 其实 六指禅经不简单 怎么说呢 瑶瓷金母给我开天眼以后 我就去找那些高僧大的 三指寺 一见到 一见到李炳南基寺 那时候叫血炉 他的外号叫血炉老人 李炳南基寺 是台湾全省佛教界最大的基寺 叫李炳南基寺 叫李炳南基寺 我去见他 他问我 你读什么经啊 你读什么经啊 他的这个知识就是这样子的 你读什么经啊 哪里来啊 他就是 我就跟他讲 我是卢圣燕 我住台中 他住正气节九号 那时候台中正气节九号 我在这个 就是佛教联社 认识李炳南老基寺的 那么一经他介绍 就皈依的这个殷胜导师 殷胜导师 李炳南老师也问我 你学佛做什么啊 我说我学佛要成佛 他听到这一句啊 就惹着 大部分学佛书 大部分都像接财神一样的 怎么这个 怎么这个人学佛是为了成佛的 而且一句话 没有第二句话 学佛是什么 成佛 我就这样子讲 他就问我第二句 那你读什么经啊 我第一个讲六祖禅经 我讲六祖禅经 他就第二句话 随口就来了 你不懂六祖禅经 你不退懂六祖禅经的 我说 哦 一声就把你这样 把你修理哭哭 你不会懂六祖禅经的 他讲这句话 很有学问的 很有学问的 真的没有几个人懂 六祖禅经 你真的没有几个人懂 我今天讲这一部经把它讲完 我告诉大家 能够讲这一部经的人啊 没有几个 他如果不是开悟民心的人 讲这一部经啊 真的是拿墨水涂这一本经啊 把他这样抹黑了 把他这样抹黑了 现在政治人物讲的话 把他抹黑了 六祖就把你抹黑了 六祖就把你抹黑了 六祖禅经啊 等于是这一本经啊 现在就给他丢到粪坑啊 扁梭坑里面啊 现在是不能丢了 现在丢了他消化不了 以前的这个厕所啊 装到这样 等到那个厕所里面啊 这一部经啊 民心见性则可讲 没有民心见性的不能讲 你知道释迦摩尼佛转法轮怎么转的 不是在塞车呢 方向盘沙呢 那是黑白 这个ghosting turn right 吞力 啊 再来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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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部经典不容易讲 到底在哪里 它不是属于世间 它是初世间 释迦牟尼佛讲初转法轮 是法言经时代的初转法 转法言 初转法轮是转法言 它只有一个字可以代表 这是空 二转法轮是剥叶系统 告诉你 剥叶系统就是空性 这是空性加那一个性字 三转法轮 三转法轮 就是为式系统 二转法轮是剥叶系统 三转法轮是为式系统 为式系统是什么 就是分别空性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三转法轮 一转法轮就是 法言的空 二转法轮 就是剥叶的空性 三转法轮 三转法轮是为式的 三转法轮是为式系统 二转法轮是为式系统 明心见性了 全部看得懂 所以李宾南老吉士 李宾南吉叔 他是知道我 他在台湾的时候 离开人间 涅槃 我在美国 他进到我的禅定里面来讲 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跟你是一样的 李宾南吉士到最后跟我讲一句话 我跟你一样 我了解他的意思 他也跑到美国来 他的四神跑到美国来 然后在我禅定里面跟我说 我对不起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他跟我讲了一大堆的 海花变成父佛外道 海花变成父佛外道 他给我 到最后他现身给我看 他说我跟你一样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今天所讲的 他到了美国来 在我禅定中现身 绝无惜眼 一句话都不讲了 我们修行人不做这个世间的 这个实情的事情 是 世间的情 流眼泪 悲戏 受人家这个调问 身穿效服 这个我们不做 因为这个样子做 不是佛的弟子 也不是正法 六祖讲的 要真正要的 就是要明白自己的心 看见自己的佛性 这个佛性是什么呢 没有动啊 没有静的 没有生啊 没有灭的 没有去啊 没有来的 没有是 没有灰的 无助也无往的 这就是佛性了 但是你们射箭不能抄这个 又来了 又抄这个又来了 你抄这个来的 不是你的 是六祖禅经的啊 你抄剥叶经也不行 你抄为士也不行 你抄中观也不行 你抄华言的也不行 不能用抄的啊 是你心理上显现出来的 师尊心理上显现出来 你们要讲出来 你要讲啊 你明心了以后是怎么样子 宜宙的真理是怎么样子 你要讲 用白话讲就可以 不要抄经典 不要抄六祖的经典 抄啦 就是文抄公 文抄公啊 不能这样抄来抄去 抄的不是你的 这个有一个病患啊 去问一个医生啊 像冬天啊 我卡手冷嘰嘰啊 犯人讲卡手冷嘰嘰 我怎么办啊 这个医生说 我有一个方法 每一次我手脚冰冷的时候啊 我就去拥抱我的老婆 然后这个手脚 他就开始热起来 身体也开始热起来 这个犯人就讲 请问医生啊 那么你的老婆什么时候方便啊 告诉大家 不是你的啦 你等来病人要回家去 抱你的老婆 这样手脚才不会冰冷 医生抱医生的老婆 先接您抱这样子 手脚才不会冰冷 你要抱你自己的 今天你明心见性啊 你来见师尊 你要抱你自己的东西来啊 不是超经典来的 我看现在一翻开来 哎哟 谁整本的呢 整本都也是经典呢 阿弥陀佛我都看过的啦 我都看过的经典啦 我说这个没有开悟 这是超人家的文超公 不行 把你的心抱来 给你证验 你不把你的心抱来 不给你证验 跟医生讲 医生啊医生啊 医生啊 不得了了 我做了一个梦 医生问什么梦 我问梦到啊 羊啊 在我自己变成羊 在吃草 医生说 啊 这个 这个梦中 大家梦了很多啊 羊吃草的太多了 有什么好 有什么稀奇呢 病人讲说不同啊 是真实的啊 我醒过来以后啊 我睡的草息啊 被我吃了一半 对啦 这个病人讲的话是对的 要真实的体验 你到底六祖禅金 你吃了多少 你吃下肚子多少 你把吃的 消化的 变成你的 你拿出来给我看 这才叫做射箭啊 你不能拿佛讲的 菩萨讲的 六祖讲的 拿来给我看啊 那不叫射箭 是你消化过的东西 拿来给我看 但是你不能拿你的那个 那个分来给我看啊 我讲的消化是这个样子 是你真正得来的 你的心 拿给我看 所以六祖又 属父啦 这边又讲了一个祭啊 这个祭啊 就是 悟悟不修善 疼疼不造恶 急急断见闻 荡荡心无佐 我当初的时候啊 看六祖禅金一谈啊 哈 不修善 谈不就叫我做恶 哈哈 她说 没有啊 还有一个说 不造恶 欸 不能造恶 这个是真的 不修善是什么意思 做了 发了菩提心 不在世间上求服 这个叫做不修善 你花菩提心去帮助所有世间的人 但是你便不求世间的回报 不求世间的回报 无所求 没有什么都不求 这个叫做不修善 这样听了吗 这个我们在世间做什么事情都要很谨慎的 讲话也要很谨慎 因为五界里面有所谓的妄语 淫忘 这个酒 偷盗 不淫酒 这个是叫什么呢 第一个是不杀生 不邪淫 不妄语 不托盗 不饮酒 这是五界 五界 五界 所以我们讲话也要很小心 不能妄语 这里有讲到 一个佛葬场的这个佛葬员 我们上回去的我爸爸这个佛发的时候 佛葬 佛葬场的佛葬员突然之间被割止 为什么 人家为什么 你做了那么久的佛葬员为什么那么会被割止呢 那佛葬员就讲了一句话 讲了一句话讲错了 就被割止 他说你讲什么话啊 那个佛葬员就讲了 那这个小话大家知道吗 请问你要考几分手 请问啊 你要这个 要考几分手啊 像烤牛排一样考几分手 请问你要考几分手 请问你们家属要考几分手 这样就去弄死了 所以讲话要很小心的啦 对不对 我们每一个人讲话 修行人尤其讲话也要很小心的啦 不能讲错话 所以妄语又分好几种 这个不讲骗人的话 不讲妄语骗人的话 不讲恶语 不讲这个很凶恶的话 然后不讲妻语 不讲这个好像是说游戏的话 妻语是游戏的话啦 也不讲黄色的话 不可以讲的 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这个讲话要小心一点 所以说不修缮 但也不能造恶啊 要急急断见闻啊 其实啊见闻都是烦恼 你看见的听到的 全部都是烦恼 你看我们早上打开电视啊 不管哪一台 现在电视台很多 哦 开起来 每台都都有 都也是见闻 啊见闻是什么 不是是就是非啊 要把是非斩断 断掉见闻 你就能够很真正的 进入极灭的状态 我们不能讲色情的话哦 这个应该不是色情的吧 好像是有好像不是 讲一讲没有关系啦 没有啦 这不算啦 这不算啦 有一个人 有一个女 有一个太太啊来订蛋糕 说她 她奶奶做生日 说她来订蛋糕 这个送货员啊 送到她家去以后啊 就被 回来以后 老板看到这个送货员 她被那个 被人家打了一个巴掌 打了一个巴掌 她说你怎么会被打一个巴掌 我就送啊 我送蛋糕去那个女客户的家啊 那一进去以后啊 我很好心啊 我也送了很多蜡烛给她 她就问了一句话 你奶奶多大啊 你奶奶多大啊 她要给她蜡烛嘛 那个几岁要几根蜡烛的 她问了 你奶奶多大啊 她就被打了 这个不是防射的喔 我只是告诉大家 不要乱讲话 对了 要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的色狼很多 其实色狼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世间上有一件事情 我是认为必须要 所有修行人一定要守的 不要勉强他人 是我们修行人所要做到的 你千万不能勉强他人 因为你不勉强他人 你就不会造恶 你勉强了他人 你就造恶 所以佛讲平常心 就是叫你用平常心来 处理世间上的一切事情 你不能够勉强他人 这个色狼就是勉强他人 不可以的 你去做就是造恶 你用平常心去对待 世间的一切事物 你就是natur 就是自然 你以自然的态度 去对待世间 你是属于 不修缮 但是你也没有造恶 这个平常心非常的重要 那么色狼很多的 色狼就是怎么样子 就是一个字 他犯的错误在哪里 勉强 你去托人家这东西 那不是你的东西 人家也不愿意给你 你去偷了 你就是勉强 你去抢人家的东西 那不是你的东西 人家也不愿意给你抢 那就是勉强 那就是勉强 色野狼也是一样 你说是不是 勉强就是恶 我告诉很多的年轻小姐 你要应付这些 你要应付这些色狼 怎么应付 这个色狼 当他要来 抢你的钱的时候 如果是抢钱 这色狼问你 你要到哪里去 我去借钱 那表示你身上没有钱 那他就不会抢你 但是他看你很漂亮 就要结色 色狼如果问你 没有问你 也要这样子打 色狼如果问你 那你借钱做什么 他说 你就讲 我犯了性病 我借钱去治病 这色狼一听说 你有性病 很简单的 你不用 你说 好啦 随便你 他也不要 所以应付色狼 最好的方法 他如果要劫财 你就说我要去借钱 他要结色 你说我借钱去治病 治什么病 性病 就是 肠子听得多笑 我觉得勉强是不好的事情 这些色狼 很多色狼都是太勉强 勉强人家 就是不对的 就是造恶的 这个烫烫心无灶 就是中观 烫烫心无灶 你心不着空 不着有 那你心 胆烫烫的 很宽敞的住 中观 就是在讲空 空是怎么样子 没有办法形容 所以只能够 要讲 烫烫的 心无灶 就是中观 这个 六祖 也显现了很多的事情 像他这个 香 直观潮汐 他还是回到自己的 自己的故乡去 这个塔 出白光 三日慈善 这个都是 六祖在 涅槃以后 他显现了出来的神通 你要懂得 六祖的意思 六祖的 禅经里面 有很多的意思 在里面的 要你明心见性的 要你依此就行 如果不依此就行 你就算六祖在世 你也没有办法 去明心见性 你要懂得 他的意思 有一对 这个十人组 就是十人组 非洲十人子的父子 出去守了 出去打猎 打猎 他们打猎是什么 但是他们是十人组 首先呢 他们抖起来 看到有一个 很胖的女人走过去 这儿子就要去打猎 父亲就欠他 不要去 不要去 那个太油了 那个太油了 突然之间 又来了一个女子 她是长得很瘦很瘦 那儿子又要出去 又要把他抓他 他父亲就讲 不要去 不要去 那么前度都是 骨头 只能够煮白骨汤 也没有 到最后就出来一个辣妹 哇 很漂亮的 儿子就要出去打猎 父亲就想 这个可以 把他抓住就好 把他抓回去 把你妈妈吃掉 把这个抓回去 回去把他妈妈吃掉 这里面有含义的 这里面 这十人主是有含义的 你要懂得父亲的意思 儿子要懂得父亲的意思 我们当这个 当佛弟子的 要懂得佛祖的意思 懂得六祖的意思 六祖在六祖禅间教我们 你要拿到最好的 你不是光吃而已 你要懂会义 你了解六祖的义 是什么义呢 这一点最重要 我讲了那么多的六祖禅间 你要懂得他的意思 像这个十人子的父子 儿子要懂得父亲的意 父亲的意是 保留什么 吃掉什么 都有他的意在里面 六祖讲六祖禅间 也有他本身的意在里面 他的意在里面 你要取什么 要舍什么 甚至于不起不舍 就是他的意 不起不舍就是他的意 那不起不舍 再进去是什么 你无生再进去是什么 你无我在进去是什么 你无我也再进去是什么 你要会得六祖的意 你才叫做明星 你才能够看见佛性 你不了解六祖的义 你如何去体会呢 你观看表面 是不可以的 六祖禅间 六祖禅间 有他那本身的意在里面 有一个小孩子叫东东 他在路上捡到一个钻石 diamond 很贵的 钻石是很贵的 他没有交给学校 老师知道了 就问他 东东 你捡到钻石 为什么没有交给这个 钻戒 为什么没有交给学校 东东就讲 我知道那个钻石写的 钻石上面有刻字 我永远是你的 钻石上面有刻字 我永远是你的 所以他捡到没有交给学校 他讲说 他永远是我的了 这个东东所会的义 这叫做会错义 那是男朋友送给女朋友的 男的 跟你的求婚送给的戒指 我永远是你的 那个是对的 那就是会义了 东东会的义 又是另外一种义 又是另外一种义 那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会义 要会得对 才是正确的 我们读六主禅经 又懂得 必须要懂得 他本身的真正的真意 所以我今天讲 初转法轮 是发炎经的空 是发炎经的空 二转法轮 剥叶 完全是空性 三转法轮 为事 是分别空性 所以所有的弟子 在我讲的六主禅经 结束以后 你们要懂得 分别空性 你们要知道 六主真正的义 在哪里 而不能会错义 欧玛丽贝美奉 感谢师尊 六主谈亲 奖金圆满 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 感谢师尊 从师尊开始在 台湾雷藏四讲 六主谈经 天空显现六主印 至今一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亲自聆听 亲自看到师尊演化 这部令人开悟的 六主谈经 相信在师尊的加持下 我们也深深的 谢谢习伴 人人开悟 众生成佛 谢谢师尊 台湾雷藏四 有以下的法务报告 明年是任成年 十二生肖 属龙 狗 牛 羊 四个生肖 应该安太岁 所有生肖 都可以点最圣光明灯 及最大财神灯 点灯供佛 祈求虔诚光明 运辰亨通 财源广进 平安吉祥 安太岁 及点灯 费用随喜 2012年1月29日 星期日大年初期 下午1点40分 皇帝雷藏四将于桃园巨蛋体育馆 恭请连身佛佛大法王 主持2012年任成金龙年 新村摇池金母水贡 马上有钱 接财神大法会 欢迎大家参加 详情请下皇帝雷藏四 2月4日星期六 台湾雷藏四 恭请师尊祖坛 任成年春季 喜灾祈福 天上圣母父母大法会 详情请上台湾雷藏四网站观看 接下来的法会是12月24日 师尊祖坛 无我佛母父母大法会 灌顶无我佛母 12月31日 师尊祖坛 多宝如来附魔大法会 灌顶多宝佛 师尊今天的灌顶 含皈依皈顶 新皈依还没有填写皈依申请书的 请找时间到流通处 填写皈依申请书 恭请师尊开光加持时 请大家留在原地 不要往前挤 在原地一样可以得到 师尊的开光加持 谢谢大家 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那现在呢 因为进度很慢 所以从下个礼拜六开始 将很详细的解释 所有的金刚法 最殊胜的细金刚 吉伦甘露拳 感谢师尊 那么细金刚里面 包含了 可以讲 所有密教里面 很多的法 都是在洗金刚里面 另外呢 洗金刚原本 就是 那个纳洛巴大师 印度的纳洛巴 传给马尔巴 那时候传给他 六成就法 即洗金刚 吉祥洗金刚 吉伦甘露拳 就是把洗金刚法 传给马尔巴大师 可以讲 所有的金刚法当中 第一个出现的 就是洗金刚 还有你只要听完一部 从头到尾的洗金刚法 密教的所有的法 几乎全部 都是在洗金刚的 所有的法里面 因为洗金刚 是所有的金刚法当中 第一个先出现的 就是洗金刚法 希望大家 告诉大家 洗金刚法 是非常的精彩杰伦伦的 有够好 又有够赞 保证 这几乎你们都不听过 尽旧有佛佛 仁波切 还是大佛佛 小佛佛 法王 把整部洗金刚 全部讲解到 完全透彻 真正的 这位千载难逢 精彩杰伦 好 冻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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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